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公布 如果未來兩個星期可以控制疫情 期望農曆新年之後 部分停業的行業可以恢復營業 張建宗自出 政府降低工作場所檢測門檻 一旦出現兩宗或以上確診個案 場地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亦都會要求有關工作地點要停工消毒 以盡力撤斷病毒傳播鏈 政府亦都會加強追蹤密切接觸者 政府設立個案追蹤辦公室 追蹤密切接觸者的同住家人 需要強制檢測